独门炒饭,正式开始 现在开始炒了对吧 对对对,你看看你第一步要做些什么 这边有很多的调料 打个蛋吧,油碗吧 哦对,是要打个蛋 但是不是要先放点油呢 不用打蛋,为什么要放油 就是先把蛋打在碗里面 我先把我要吃的东西准备好 好 诶,感觉动作也是很专业啊 平时在家做饭吗 会做,但是平时也不太爱做 那平时是怎么样,叫外卖或者出去吃什么 出去吃啊,就是葡萄鱼菜啊 那你就是学会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 第一道菜,葡萄丝 谁教你的啊,我奶奶 那你第一次做饭是什么时候呢 应该小学吧 小学啊,好早啊 是有点的 那奶奶就教你做饭了 对啊,因为自己喜欢吃啊 哦 然后是可以炒的 好啦,可以了 哇,三下五重二这个火腿就切好了 诶,粉丝们说你瘦了诶 是吗,但我自己没有觉得 哈哈 你看啊 这个线是热的,对吧 对 它的银子都是有火的 因为这也是王和弟第一次用铁板 它可能不太熟悉 但其实你可能会爱上铁板 真的吗 对 因为炒起来很爽 不会受锅的局限 就是可以随便 对对对 对对 是炒飞了也没关系 可以啊 对,这是女友视角 铁板的速度也很慢 对吧 啊,铁板的速度比锅是慢一点 诶,我真的没有用过这种炒饭 你可以体验一下,应该挺好玩的 是吧 嗯 但让你小心不要烫到了 没关系 那你现在平时有什么拿手菜吗 拿手菜就是我炒菜都都挺会的 炒的都ok 炒的都ok 嗯 但要我做那种比较大的菜的话 就比较轻易的 嗯 好,现在有后来的粉丝问 这边是哪边的厨房 哈,我们这边是我们网易猪场的食堂 然后是铁板烧的凳口 如果有这个我们的网易的同事们呢 现在你来到食堂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弟弟正在为大家做蛋炒饭 哇,感觉也是好专业啊 你觉得这个好用吗 我觉得没有锅好用 因为自己喜欢吃锅 但这个感觉不太好用 没关系没关系 大家都说你手法还蛮专业的 如果能教做川菜就好了 你川菜做的怎么样 还行吧 没想及格吧 就自己吃一下子 呵呵 那你最拿手的川菜是什么 最拿手的啊 回锅肉 回锅肉都会哦 太厉害了吧 哎,这个感觉好像样子哦 想吃的请举手 呵呵 因为我在 因为我最近在路那个亲爱的客栈啊 然后在客栈里面也是 给大家做饭 或者厨房的工作 哇 对,其实说到亲爱的客栈 其实上周也播了第一集嘛 那其实当时这个阿尔山温度很低啊 那其实大家也问你说 为什么要穿破洞裤 因为 为了 要风度不要温度 呵呵 拌完就够了 要风度不要温度 那你今天看你自己的这个 大厨造型 呵呵 怎么样 自己是不是还没看到 哎,刚刚我们大厨点评说 地律很专业啊 嗯 其实主要是它的个子太高了 可能用这个会不习惯 对吧 就是没有在这个铁板上面炒过 对 所以会有点太习惯 嗯嗯